马可福音三章十十一节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 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灾病意思是灾难鞭打 引申为疾病的意思 而摸有紧密的碰触触摸的意思 因为耶稣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是有疾病的人都挤进来要触摸他 他们必定相信 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 只要触摸耶稣并就会得医治 其实一个有主耶稣同在的教会 应当就是如此 这不是灵恩不灵恩的问题 福音派的教会往往自以为是看重圣经的教会 对于医治赶鬼圣灵大能 不知不觉着有一种轻忽藐视的态度 以至于教会看不见神的作为 伏伏在面前有扑倒于某人的脚前的意思 喊着说是哭嚎尖叫喊叫的意思 这个字可以用来形容 当一个人喊叫却没有人了解他所叫的内容的时候 连乌鬼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并且他惧怕而扑倒在耶稣的面前 这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主耶稣是神呢 我们是否敬畏主扑倒在他面前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